小孩回來了 阿姨余小平站在門口迎接 上樓後舅舅余祥全也歡喜出門 送上抱抱 余怨期的一雙寶貝兒女 總算接回余家了 待幾天嗎 我不知道耶 你知道嗎 外孫倆由余家人接手照顧 余天女婿成健 因為涉嫌勾結詐騙集團 擔任車手被收押 原先是建設公司小開 竟走上歪路變車手 經濟狀況似乎早就有困難 不久前好像去摳走買個肉 小哥他們要回來吃烤肉 然後他還跟我媽拿錢 我記得 烤肉九千多塊 然後我媽給他一萬 他說跟我補油錢這樣 余怨期離開人世還不到兩年 生前邊對抗病魔 一邊接業配 只會留給孩子更多成長基金 如今這筆遺產去向也不得而知 反正就是為兩個小孩覺得很可惜 真的 因為二姐其實那時候留下了 滿多的錢給小孩子 一定有破錢 對 我很緊張 他那個滿多 沒有人只有他 你留成這樣 兩人當年交往只一個月 就順利懷孕奉女成婚 莉亞萍還讚賞女婿為人老實 但其實怨期生前受訪 就曾對老公有埋怨 透露在生產後不久 氣得怒嗆老公 除了生小孩 有做過什麼嗎 一度鬧到快離婚 事後陳健哭著求和 夫妻倆才和好 如今竟誤入歧途 從好老公淪為詐欺嫌疑犯 三人秀 李維 柯布宣 S1小組 台北撐不到